哈喽大家好 我是Celsior 非常高兴又在这边跟大家空中聊聊天 今天我们继续来跟各位讲讲 我们在2011年去了日本半个月的自住行 究竟去了什么有趣的地方 看了什么有趣的事物 在我们此前的节目 已经跟各位讲到了第十天的行程了 从第一天讲到第十天的行程 我们上一集跟各位讲到 我们在第十天去了靖岗县 那么靖岗县的靖岗市 有一个跟汽车很有相关的景点 叫做塔米亚总部 那么塔米亚总部 如果你是在每年的五月靖岗模型展去的时候 它会整个都开放 但是如果你在平常去的时候 至少它的历史馆会开放 跟汽车最相关的不是历史馆 是它的大厅 里面摆了一台很有意思的保时捷91 这背后的故事相当的精彩 各位如果有兴趣 别忘了去把我们上一节节目 捞出来听一听来回忆一下 我们今天继续来跟各位讲讲 我们第十一天的行程 结束了第十天 在靖岗的行程之后 第十一天还是昨天的那位车友 继续带我们去靖岗里面去转一转 当然今天我们到的地方不是靖岗市 是到了冰松市 也就是浩玛寺 这边跟各位讲一下 其实靖岗市并不是靖岗县的第一大城 并不是 甚至很多新干线 连靖岗市这一站 就靖岗在不停的 它停什么 停冰松 因为冰松才是靖岗的第一大城 这个各位要了解 靖岗县 那你会说那为什么不叫冰松县 我不知道 你可能去问当地人 总而言之 靖岗县的第一大城市是冰松市 所以我们第十一天来到了冰松市 冰松它对于汽车有什么重要的地方 有 它有一个很重要的景点 叫做什么 叫做 Suzuki 其实冰松对于日本工业最重要并不是汽车 是摩托车 Suzuki的总部是在冰松 没有错 而且Suzuki也是坐机车的 但是不要忘了 本田也在冰松坐摩托车 本田终于人最早的机车工作室就在冰松 然后亚马哈也在这边坐机车 所以冰松对于整个日本的机车工业是非常重要的地方 当然亚马哈跟本田的工作室 它有没有对外开放 我不是很清楚 而且毕竟我对机车是没有什么兴趣的 我去Suzuki是为什么 因为Suzuki它有坐汽车 我主要去Suzuki总公司去看它的汽车 不是看它的机车 那么从冰松火车站前往Suzuki的总公司 还有一段距离 我记得我们开了一段高速公路 这边顺便跟大家闲聊一下 我们都会觉得说 日本人开车好像很规矩什么的 在我们这一系列有跟各位讲过 如果你有这个刻板印象 大概就是因为你只去东京了 你没离开一个首都这样的地方 日本人开车凶狠的大有人在 像我们之前跟各位讲过 名古屋人乱开车的方式 第一个就是超速 名古屋人开车速度是很快的 那么其实你不是说只有名古屋 日本人开车它普遍也都会超速 怎么个超速法呢 很简单 因为我那时候2011年我去日本的时候 他们的测速照相还没有所谓的区间测速 现在有没有区间测速我也不是很清楚 也就是说在他们高速公路上面 这个测速照相就是固定 在某些地方某些地方 你说会不会有流动的呢 会但是不多啦 除非说那个地方常常出事情才会有流动 不然一般来讲 他都不会有测速照相 所以我们的日本车友开车 哇你看他高速公路上随便开车开到190 各位觉得说190是怎么回事呢 不是日本车说好速限180 你不是说你贴出这个问题的人 你对日本车有研究 的确日本政府是规定 日本车只能开到180 他可没有说进口车只能开到180 那我的这个车友呢 开什么车 他开一台福士的Golf 所以呢 他不受180的限制 他就直接一路就开190 然后呢 到了有车速照相的地方呢 再把油门稍微松掉一下了 而且我发现到一件事情是什么 他在开到180、190的时候 超不过什么车 换句话说 整个高速公路上面的车 大家都是开180、190 不会说哎呀 这就跟打电动要 咻咻咻咻咻 倒也没有了 而且呢 在当时啊 日本政府呢 为了要提振这个景气呢 还搞了一个政策是什么 只要在假日啊 你这个开日本高速公路 要缴这个通行费嘛 对不对 你只要有装这个ETC啊 就是这个车上机的话 你不管从哪里开到哪里 就是一千块吃到饱 就这样一千块日币哦 不是台币 是日币 一千块吃到饱 所以那个时候呢 引发了更多人这个出游的潮 我记得这个政策 能实施了好一段时间了 当然因为我那天去 冰送的时候呢 那天是平常日啊 所以我车友跟我讲 哎呀不好意思啊 不让带我出去太远的地方 哎因为呢 今天并不是一千块吃到饱了哦 所以呢 这个在高速公路上面 的确很好开 但是呢 也不是说他们就不会超速啊 其实我们家一路上面 基本上都有开到一百九了哦 那另外呢 在高速公路上面 也看到一些有趣的车子 看到什么车子呢 我们看到一台拖车哦 上面拖了一堆外销版的卡尔拉 我们都知道 这个日规版的卡尔拉呢 跟外销版的卡尔拉 在当时呢 是长得完全不一样 现在好像长得差不多了吧 当时是完全不一样 日规版归日规版 甚至日规版比较小 日规版比较像这个 我们外销版的托塔Vios 那外销版的卡尔拉比较大台 当时看到一大票 毕竟那附近应该有什么 托塔生产线啊 刚刚好就是要拖去港口的路上 被我们看到 当然把它拍下来了 然后呢 我们在郊区呢 也看到了有趣的一台车 是什么 一台这个Honda的Passport 各位会想一下 Honda Passport是什么东西啊 Honda的休旅车 Honda的休旅车 Honda真的有这个休旅车吗 你不相信上网搜寻一下 Honda Passport呢 当你打这个搜寻 关键字打下去之后呢 你看到这台车 你会压然失效 为什么 就是这台以苏族啊 对不对 就在以苏族BIG HALL呢 不要怀疑 当初本田 在90年代初期的时候呢 曾经用这种方式的 推出了休旅车 跟以苏族合作呢 推出了Honda Passport 甚至呢 这个Honda Passport呢 还外销成AQRA 就叫做AQRA的SRX 就挂成AQRA的logo 都卖到北美去 那么另外呢 Honda当时 还有一款休旅车是什么呢 叫做Crossroad Crossroad都会说 哎不对啊 Crossroad不是后来出来 更早之前的Crossroad 那是什么车呢 你看到那个车 你也会压然失效 是什么呢 Land Rover Discovery 不要怀疑 各位都记得嘛 这个Honda跟里兰集团的Rover 有这个技术提系的 就是技术合作的关系嘛 所以以前才有什么Rover 213啊 4系列啊 6系列 8系列 那基本上都跟本田技术合作的嘛 那么本田当时呢 也想说 哎我来坐个休旅车 所以呢 跟那个Land Rover 坐这个OEM Land Rover呢 就生产了Discovery 然后前面水上造中网的时候 来换一下 然后挂上Honda的logo 然后在日本这边卖了 当然这个数量非常稀少 我这次去日本没有看到 倒是被我看到 才Passport的 我也吓了一大跳 另外呢 我们在郊区的时候 还遇到一个有趣的事情 刚刚呢 我们讲 日本人开车照样超速嘛 对不对 我们在郊区就有发现 哇有一台车开 有一款车开得特别快 是什么呢 各位你知道呢 日本超速第一名的车 是什么车呢 一般我们想说 应该是跑车嘛 对不对 像那个美国 他有统计啊 这个美国什么车的 致死率最高呢 就是Chevrolet Corvette 因为这个容易开快车嘛 对不对 日本也做了类似的统计啊 就是谁是超速第一名呢 不是跑车 还是什么车呢 叫做Probox 各位会认啊 Probox是什么东西啊 如果你有在搜TOMICA的话 应该知道什么叫Probox 如果你不知道的话 那你也可以现在去上网 搜寻一下 ToyotaPROBOX 这什么车呢 你打开出来 你也会压然失效 是一台商务车啊 就是一台货车的乡车啦 就看起来就是一个业务在用的车子 没有错 这个车子呢 我在静刚 还有冰送的郊群 看到他开的就是 两个字叫做凶狠啊 因为呢 这个车第一个不是自己的嘛 反正是公司嘛 反正乱开嘛 第二个 可能我要赶时间啊 对不对 就这个超速比例是相当的高了 当时日本车友跟我讲 你在日本的路上呢 遇到这个Probox 最好离他远一点 因为这个车子开车 只有一个字 叫做凶狠啊 好 这是我们前往这个Suzuki博物馆路上呢 所看到有趣的东西了 那接着呢 就到了这个Suzuki博物馆的总部啊 应该算是Suzuki总部附车的博物馆 应该这么讲 那他的一楼呢 当然就是这个全部的这个Suzuki 现在在卖的车子的火力展示 而且呢 有很多这个行路可以拿 更重要的是呢 他就类似像我们之前讲的 八王子的日夜博物馆 没有活人的啊 这个自己自己看啊 这名的话叫主编啊 自己看着办 那么一楼呢 就是他的新车的展示 那各种行路什么 你爱怎么着怎么着 二楼呢 就是他的历史馆啊 从他创业开始讲 那么跟丰田一样啊 这个Suzuki最早是干什么 也是搞纺织的啊 毕竟呢 当年纺织还是最好赚的 就跟台湾的汽车工业呢 当初这个六合啦 还有这个玉龙啊 都是搞纺织起家了 因为纺织的这个资金量比较大了 那么Suzuki跟Toyota不一样 在于说 Toyota从创厂到现在 应该是没有错过摩托车这种东西啦 那Suzuki呢 一开始搞纺织 后来就搞这个所谓的机器脚踏车啦 也就是机车这种东西啦 甚至呢 Suzuki的机车到现在都还是这个 世界上这个非常有名的车子 像呢 我这个人是对机车 是没有什么太大的研究 但是如果要问我呢 这个最喜欢的摩托车是什么 我会告诉你是这个Haya Busa Suzuki的准这台车子 那Suzuki呢 坐摩托车也算是坐了这个德行应手啦 甚至呢 他以前玩到在巅峰的时候 还有搞什么 还有搞转子引擎的摩托车 不要怀疑 而且呢 他还有量产哦 数量非常少 据说台湾还有人当年把它弄进来 转子引擎的摩托车 不过呢 很快他就遇到石油危机了 据说这个转子引擎的摩托车呢 只生产了一年 并且呢 他旁边还有摆这个 涡轮增样的摩托车 不要怀疑 当时呢 那个摩托车速度竞赛呢 这个竞赛到一个极致荒唐的时候呢 就有推出这种东西了 我记得那时候 日本最荒唐的车是什么 是Kawasaki的Z1000 Turbo 不要怀疑 我没有说错啊 是Z1000公升级的车 再加一个摩托轮增压 那个时候其实呢 大部分日本的车 大概就是650 750加个Turbo 比方说Yamaha的Seca Turbo 那Kawasaki是玩最大 公升级的加摩托轮 那各位也知道了 这个80年代初期啊 你说那个摩托轮技术能有多好啊 像我们这个后来 有所谓的序列式摩托轮嘛 有什么可变叶片几何式的摩托 什么的 那个年代通常没有 那个年代就是什么 就是爆发式涡轮啊 只要你在过弯的时候 不想让涡轮骑的话 直接沿切线垂直方向 直接喷出去啊 正因为如此啊 所以这个日本死了很多人啊 那据说那时候 日本政府好像还有一些 世界其他政府就规定说 这个机车不准装这种东西啊 就死太多人了 所以这个车子呢 涡轮增压摩托车 你大概只看得到 这个1983年1984年的 日本重型机车 可以看到这种东西啊 那么在现场呢 他也有展览这个 涡轮增压的 这个当年Suzuki的摩托车啦 也算是一个时代的产物 当然啦 我必须还是跟各位讲一下 这个摩托车呢 我的研究不多啦 尤其重型摩托车呢 我虽然是蛮喜欢 它的速度感是没有错 但是呢 我真的对它兴趣 没有像一般汽车来的那么多 所以呢 我就没有花太多的时间 在看这些Suzuki的重型摩托车 我还是呢 来看一下汽车 那么Suzuki在做汽车呢 其实啊 它的起点也比较晚一点 它也是跟Subaru一样 是响应日本政府在二战之后 提出的这个国民车概念 也就是所谓的轻自动车 K-Car的概念 所以呢 Suzuki在做轻自动车呢 最早的产品叫做Suzulite 也就是这个Suzuki的轻型车啦 那当然啦 这种Suzuki的轻型车呢 其实大家后面演变的也相当多啦 比方说什么Servo啦 比如这些什么长轻的车款 但是呢 这些车型对台湾的车友来讲 应该算是比较陌生啦 因为其实台湾呢 过往到现在啊 你说有生产过 有进口过什么Suzuki的K-Car吗 我现在想得到大概就是 90代后期有进口过Wagon R 但是呢 那个是外销版 跟日本的K-Car的规格 又稍微不大一样 那么另外就是 早年有进口过这个Suzuki的Carry 不过那是商用车啦 这种Suzuki的K-Car 这种乘用车 我没什么印象 台湾当年有卖过 所以我们对这方面的车子呢 坦白讲啊 这个有所知有限啊 我坦白说啊 我在这个Suzuki的博物馆呢 看来看去 会比较有兴趣的 大概就是Cappuccino啦 相信呢 各位一定跟我一样啊 都看过这个 头文字D的这个漫画 还有这个动画 那么对于Cappuccino的性能呢 感到非常的压抑啊 但是我必须讲啊 那个是过度神话了 Cappuccino这个车 不过就是台K-Car而已嘛 你再怎么厉害啦 Cappuccino我记得是没有加涡轮啦 就算你有加涡轮 法律规定就是64P而已嘛 你说64P马力车 能够有多快呢 对不对 你说下坡真的开的那样子吗 哎 我觉得头文字D这个续剧效果 大家看一看笑一笑就好了啦 其实Cappuccino这个车子 我觉得它外形设计的不错了 那其他的Suzuki 当然他也有做了一些什么越野车嘛 比方说什么Gimini Escudo Vitara 这些车子 在现场也有展示 但是呢 我对这种SUV啊 对这种越野车呢 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多的研究 所以呢 其实我也看不太懂啦 那他这边呢 还有展示一部分的生产线 就是截取这个生产线的精华 让你稍微看一下一台车怎么样生产的 并且呢 在中途呢 还有一个扭蛋机啊 你可以自己做扭蛋啊 是一台小模型车啊 这个可以自己这样体验一下 这个模型车生产的乐趣 只是呢 你生产出来是一台小小的扭蛋 当然啦 我们再次跟各位重申啊 这二楼的这整个陈列馆呢 是没有任何活人的啊 这个你就自助参观 而且呢 它其实它整个面积没有说很大啦 大概 我觉得如果你是走马看的话的话 大概可能15分钟 大概就全部看得完了啦 其实如果你对机车没有兴趣的话 这边这个行程倒是很快就可以结束 但是如果你对机车有兴趣的话 这边真的会让你看到眼睛瞎掉 因为我觉得 以它这种博物馆的展列的方式 它的重点应该是摆在摩托车为主啦 可是很可惜呢 不好意思 小弟我呢 对摩托车真的兴趣不大啦 那其实为什么它的整个博物馆呢 会以摩托车为主呢 这就要讲到Suzuki这间车商它的获利模式了 我们必须讲 Suzuki曾经是一个很辉煌的品牌 比方说它曾经呢 在这个20世纪初期的时候 它在印度的销量非常恐怖 它占印度当地这个汽车贩卖的 甚至有一度超过五成 大部分都在四成以上 可是你会发现 现在Suzuki在印度的这个市占率也是节省败退 甚至呢 它在对岸 曾经呢 有所谓的四大奥托啊 这个江南奥托 江北奥托 秦川 还有一个长安奥托 曾经这个奥托 奥托这个车子在大陆是满街跑 遍地开花了 可是呢 在前几年长安林木也宣告退出了 那么现在苍和林木到底是不是 已经是剩下苍和汽车呢 我都有点怀疑啊 为什么Suzuki从以前这种市占率非常高 非常高知名度的品牌呢 现在忽然这个市占率直接败退呢 其实这是Suzuki它 做车的一个理念上的一个问题啊 什么呢 因为它都是做小车啊 它都是做这种经济型实惠的小车嘛 那我们要知道啊 你今天设计一款车 不管是大车小车 还有你在制造一台大车小车的时候 你的设计生产开发成本 是差不多的哦 讲白一句话啦 一台Benz的A-Class 跟一台Benz的S-Class呢 其实它的开发生产设计成本 没有差很多 不像各位想的 哇 那个A-Class才卖多少钱 S-Class卖多少钱 其实它的这个生产 所需要的开发成本 是差不多的 可是偏偏A-Class 你只能卖这个价格嘛 对不对 你Suzuki的车子 你就是小车 所以你只能卖小车的价格 但是呢 你的开发成本 你就需要更大的销量 来让你开发成本拉回来 讲白就是什么 就是薄利多销 但是随着呢 世界各地的 比方说像中国大陆啦 比方说像印度啦 这个消费力啊 这个购买力啊 人民所得提升了之后 大家也开始觉得说 我干嘛要买这种廉价品牌呢 我也要想去买好一点的品牌嘛 对不对 所以当今天Suzuki 它的销量 没办法比别人多很多的时候 它的毛利 它的获利 就会少得非常的快 所以我们也在怀疑啦 Suzuki这个品牌 再过个十年 不知道会不会完全消失 因为你看嘛 现在Suzuki真的卖得动的 对他来讲 这个经济来源是什么 就是Vitara 可是呢 它又没有更大台了 像以前还有Grand Vitara 但现在没有Grand Vitara 那靠一个Vitara 它到底可以顶起多少销量呢 这是令人怀疑的 你说啊不对啊 它那个什么Berleno啊 Ignis啊 我要跟各位讲 那个车子 它真的是薄利多销 它卖要卖很多 它才能回本 可是偏偏呢 那个车子在他们这个 这个销售量来讲 占的比例非常的低啦 而且呢 它的获利非常的少 所以呢 这也可以告诉我们 为什么Suzuki的博物馆 你会发现 它好像主要在展示摩托车 因为摩托车就没这个问题了 这个重型机车 这个获利是很可观的 不像汽车 应该说就像汽车啦 你今天你机车 你卖的越便宜的机车 其实你也是越薄利多销 汽车也是这个样子 这是Suzuki这个品牌呢 它现在面临到了一个 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好的 以上呢 就是我们今天节目内容 跟大家聊一聊呢 我在日本第11天的行程呢 我们今天来到了冰松 也就是静刚的第一大城 再次跟各位讲 静刚市并不是静刚县第一大城市 是冰松市 甚至有很多新干县 是不停静刚市的 那我们这一天呢 来到了冰松呢 主要就是来的Suzuki的博物馆 虽然说呢 没有人带你参观 但是我觉得自己一个人看 也是相当不错的 这个景点呢 如果你对摩托车有兴趣 我强烈建议你 一定要来这边看一看哦 好的 以上非常感谢各位收听 也希望大家可以支持我们 其他精彩的节目内容 我是Selzir 我们下期待聊 拜拜